民进党当局或许可以决定台湾年轻人要不要延长一期 但台湾年轻人可以决定他们能不能延长执政期限 额巫冲突发生以来 民进党当局持续蹭热度 如今这块搬起来的石头可能要砸到自己的脚了 有台美爆料 台军中已传出消息称 在美国施压之下 民进党当局确定将恢复一年征兵制 只是目前恢复时间尚未确定仍待评估 这消息让岛内年轻族群瞬间炸了锅 你民进党玩政治为什么要把我们搭进去 还记得前不久民进党当局大肆炒作美国前高官窜访台湾的消息吗 台美引述相关官员说法称 由美军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率领的访台团来台目的之一 就是关切台湾的自我防卫决心 那其中特别点名台湾四个月的军事训练一期太短 于是就有了所谓恢复一年征兵制的传言 要知道民进党当局此前一直鼓吹缩减服役期限 如今美国主子说掉头 民进党当局立马改变立场 放出延长议气的风声 可见民进党在防务领域毫无自主权可言 完全沦为美方工具人任由驱使 可悲的是 民进党全面以美的代价却要由台湾年轻群体承受 这些本该在各自领域挥洒青春的年轻人却被台独政客的民粹旋风卷入一场为美国利益而战 毫无正当性可言且注定以失败告终的潜在冲突当中 成为未来战场上第一批倒下的炮灰 民进党何其软骨何其残忍 反观大陆 我们一直将包括台湾青年在内的两岸年轻人视为国家的希望 民族的未来 大陆方面不断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 鼓励两岸青年永担重任 团结友爱 携手打拼 我们热忱欢迎台湾青年来祖国大陆 追梦 祝梦 圆梦 两岸年轻人精诚团结 携手同心 这才是最符合两岸同胞期待的场景 民进党当局或许可以决定年轻人要不要延长一期 但台湾年轻人可以决定他们能不能延长执政期限 得道者多注 失道者寡注 像民进党当局这种只为外部势力和自身利益卖命的无道者 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共同抵制和打击